行政院院长也可以 曾请总统解散国会来互相制衡 请进的是不能不提到的 1999年的第五次修宪 毕竟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上的耻辱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牛哥 最近市县吵得是轰轰烈烈 除了死刑要市县以外 国会无法也因为其他院会反弹 进入了市县程序 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不只规范了政府的权力范围 同时也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 但法律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也没有一部法律可以永远不随着时代修订 所以很多国家都有过修宪的记录 甚至是重新订定宪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中华民国的修宪史吧 中华民国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 也就是民国元年的暂时宪法 1931年的训政时期临时约法 1936年的五五宪宪朝 最终在1946年制宪成功 其实这些我们都有讲过 忘记的朋友可以再回去回顾一下 中华民国宪法在民国36年 也就是1947年颁布并实施 全文总共14章175条 主要特色是为了彰显三民主义 跟主权在民的理念 明定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 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 还有地方自治的制度 直接表示中央跟地方权责划分 采取军权制度 并名列基本国策等等 但后来你也知道的 我们国运真的是插到不行 战乱不断 后续又在1948年为了因应国共内战 实施宪法的附属条款 也就是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并且因为动乱的时候 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会优先于中华民国宪法 直到1991年 前总统李登辉进行了 第一次宪法征修条文修订以后 才废除了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从此以后展开了7次的修宪 李前总统在12年的总统任期里面 总共有6次修宪 最近一次是在2005年 也就是陈水扁总统任内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修宪了 是这部宪法都没有问题 不需要与时俱进还是修宪的门槛太高了 根本不可能达成呢 让我们从李前总统开始说起 1987年解研以后 政治逐线走向了民主化 宪政改革的声浪也开始出现 隔年总统蒋经国逝世 副总统李登辉继任 他在主政12年里面 通过了6次修宪 完成了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让中华民国从威权体制 转型到了民主国家 辉哥更是中华民国第一位 直接透过民选出来的总统 被誉为民主先生 话说1988年元月 辉哥继任总统 两年以后 国民大会的老代表们觉得 小蒋都不在了 应该没有人可以治得了我们了 所以想要扩权 但没想到引起了民间不满 引发3月的野百合学运 要求政府确确实实实实施民主宪政 国会全面改选 其实辉哥也看这群人不爽很久了 于是顺意汹涌的民气 辉哥召开了体制外的国事会议 运用民间的改革力量 来对抗国民党里面的保守势力 跟民进党联手推动修宪 于是1991年的第一次修宪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 先由第一届资深国代 负责第一阶段程序性的修宪 先废除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决定以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也就是台同金马为范围 改选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 并且定期改选 若使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 让万年国代走入了历史 好让第二届国代可以名正言顺的产生 隔年再借由新选出来的第二届国代 进行第二阶段的实质性修宪 把地方自治法治化 赋予地方自治跟首长民选的法源 也把过去的国大代表 拥有选举总统的权利给撤销 明定总统的任期改为4年 还有最近吵得很凶 监察委员的监察权 不再由选举来产生 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 但这也让我们的监察院 失去了民意机关的条件 至于更详细的内容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监察院费不费 把中华民国特殊的三国会制 也就是立法院 国民大会跟监察院 变成了只有立法院 以及国民大会的双国会制 把原本属于监察院的人事同意权 交给了国大代表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司法院政策的宪法法庭 并审理政党违宪的解散事项 也就是说根据征修条文 只要政党成立的目的或行为 危害到中华民国或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话 大法官就有权把该维宪政党给解散掉 听起来真的是某某的 但这次的修宪也让国内的政局出现了重大转变 民进党接连在立委跟县市长选举里面 选的是越来越漂亮 而国民党内部却是严重冲突 甚至有人脱党另立新党 1994年7月登赏的第三次修宪 因为前一次的修宪只废除了国大代表的总统选取权 但没有说之后总统该怎么选 所以这次的修宪把总统改为直接民选 写入了征修条文里面 并献说行政院上附属权范围 我国的宪政体制也从修正式内阁 转为半总统制或双手赏制 也明定所有法律条文里面的三包修正为原住民 更加重是原住民的权益 1995年年底立委的选举 国民党获得了85席 只比过半多了3席 这样的脆弱多数让执政党在国会里面 很多的重大表决都陷入了困境 感觉跟现在有点像 1996年3月 辉哥当选第一任民选总统以后 当时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格魁的连战 遭到了在野党的激烈杯葛 我们的辉哥担心 就算提名了新的行政院上 也很难获得立法院的同意 再加上我们锋芒、碧露、磨刀 或者想开展一番事业的台湾省省长宋楚瑜 但最后事实证明了 民选总统跟民选省长 在政治生态上很难并存 毕竟双头马车到底该往哪跑呢 可能到最后只能在原地打转 所以辉哥召开了国家发展会议 想要让国民两党好好地坐下来谈合作 所以紧接着出现的是 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 当然这一次修宪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今审或动审 把省长跟省议会都送入了历史 搞得我们的宋伯伯 只好每四年出来一次就跟奥运一样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出来就是了 其他的像是总统副总统的谈合权 因为监察院不再具有民意机关的性质 所以被改为由立法院提出 最后还有任命总统任命行政院长 不需要经过立院的同意 因为取消了立法院对隔魁的同意权 总统可以自由任命行政院长 让行政院长的定位被虚弱成 总统政策的执行长 但还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立法院有权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倒戈 行政院院长也可以曾请总统解散国会来互相制衡 请进的是不能不提到的1999年的第五次修宪 毕竟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上的耻辱啊 其中关于国大代表任期的条文 以选制改革为名 国民大会代表从第四届开始 改以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 人数减为300人 听到这里感觉还挺正常的 但他们为了要统一任期 于是第三届国代还有第四次立委任期 都延长到了2002年的6月30日 把第四届立委的任期整整延长了5个月 而第三届国代的任期则延长了2年多 所以被大家说是国代自肥 由于国民大会自行延长任期制度 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批评 至于沦陷区那个更改宪法 让自己任期更长的 有没有人敢批评呢 国民党也在理论的压力之下决定 把本次修宪案送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最后司法院大法官在2000年总统大选以后 做成四字第499号解释 明确指出第三届国民大会 修宪议事程序有明显的重大瑕疵 修宪实质内容违反宪政精神的本质 修宪结果从解释公布之日起失效 2000年大选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 国大在社会压力之下自费武功 修改了第6次宪法 把国大代表从长设行改为任务行 并把国民大会的职权缩减 以立法院发动为前提 还有立法院的职权获真 掌握修宪的主动权 这次修宪明显将中华民国的国会 改由双国会转向单一国会制 辉戈任内耗费了9年进行了6次修宪 国家元首跟国会都采取直接民选的方式 以及立法保障公民的投票权 宪政学者认为这几次修宪 由落实主权独立 恪守依法行政 追求民主政治 全民监督施政的重要印函 也是民主国家采取权力分立 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普世运作理念 也让做不好就下台的政党轮替 成为了中华民国政党的常态 不再有过去反共复国动员堪乱 任其无限的威权统治阴影 这场不流血的临近革命 把中华民国建构成具有效能跟民主的国家运作体制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 中华民国最近一次成功的修宪 也就是第七次修宪 2015年是中华民国第七次修宪 也是最近最后一次成功的修宪 当时民间有不少的呼声都希望立委习事减半 因为立委名额太多 让打架闹事或是立场极端的政客 进入国会造成了政治乱象 而且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后 民进党成为了执政党 但立法院还是国民党占多数 政党冲突日益升高 更彰显了意识效率的低落 点政府为了顺应民意 因应国会改革的声浪出现 再加上2004年年底 总统跟立委选举逼近 执政的民进党 跟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 罕见形成了共识 联手通过了第七次修宪 他们废除了任务型国民大会 正式确立立法院为一院制的国会 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案 改由全体立法委员1 2以上提议 经过3 2以上全体委员决议 由宪法法庭来审理 立法委员席次从225席减半到113席 选制从原本部署选区制 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 获得5%以上得票率的政党 才能列入不分区的当选名单 这次的修宪内容 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 并遭到亲民党台联等 其他在野党的反对 但在国民两党的席次优势之下 还是全数通过 从此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态 逐渐倾向两党制的发展 但其中还有一项修宪 也导致了后续将近20年都没办法修宪 也就是其中的宪法修正案 还有领土变更案 必须再交由公民复决 根据这次修宪增加的 宪法征修条文第12条 通过修宪必须要有 立法委员1 4提议 3 4出席 出席委员3 4决议 才能提出修宪案 这代表修宪案要通过 以现有的立法委员113席来计算 至少有29名立委提案 85位立委出席 在经85位出席的立委里面 64位决议通过修宪案才会成立 真的是高到不行 之后再经过我们选举人的投票复决 有效票要超过选举人总额的半数 依据中选会的资料 以2024年总统大选的数据来看 选举有效人数大概1994万人 代表要成功修宪的话 要有超过977万人同意 才能够成功修宪 而且就连我们2020年 史上得票数最高的总统 副总统组合 也才得到817万票而已 这让修宪几乎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当时国民党想的是 就算是政党轮替了 我也不能让你民进党 有机会可以更改宪法进行台独 而民进党想的是 藉由高门槛的修宪条件 推动实质制限的目标 所以就在两党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 这次的修宪案就这样通过了 虽然世界各国的修宪程序 通常会比修法困难 但要像我们这种严格 绝对多数这么高的门槛 可能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要稀少 虽然超高的门槛 可以防止非理性的多数暴力 但考虑到中华民国的历史脉络 还有我们的对立问题 其实可以采用比较低的复决门槛 毕竟在立法院的提案时期 理论上都会附加层层审议 还有无限次的讨论 接着我们就来聊聊 最近一次的修宪 虽然最终是以失败收场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话说2016年 国会的政治版图又起了变化 蔡英文总统胜选 再加上立法院民进党占多数 达成了完全执政 当时18岁公民权运动的展开 包裹式的修法策略突围 在2021年成功下修了民法成年的年纪 当时认为既然民法跟刑法的成年 都已经改到了18岁 那公民权是不是要修成18岁呢? 因此修宪的呼声再起 再以清明协为主的青年NGO团体 也加入18岁公民权的倡议 带动了更多高中职大专学生自治组织 而少代表主动投入推动 更在2022年3月25日 在立法院审议18岁公民权修宪的时候 动员了100多位高中职的学生 在立法院旁全程盯场 最后让各政党交出109票 全数通过的亮眼成绩单 过去也很少看到立院里面各党团 有如此一致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次修宪应该会很顺利吧 但是立法院你还是太年轻了 修宪案虽然送出了立法院 让大家公投复决 但公投结果却不如预期 这次的投票人数有将近1100万票 同一票564.7万票 大概占了53% 不同一票501.6万 大概占了47% 离修宪门槛通过 还少了至少400万票 如果说修宪是一种大型民意的展现 公投的结果如实反映了 过去10年来社会对18岁公民权的态度 所以这个议题并没有因为政党之时 而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即使如此 在修宪高强之下 即使是同一票大于不同一票 在这点上 的确是很重要的进步 这次修宪的结果 可以说是展示修宪制度 就像是没收了人民修宪的权利 民间有不少社运团体都曾经提出 要先解决降低修宪的门槛 但问题还是会回到原点 毕竟降低了修宪的门槛 还是要经过大家公投不决 就目前看来好像是个无限回圈的bug 民间还有一些宪改团体决定另辟蹊径 分别提出要配套设计 修宪程序的公民审议机制 或是直接自宪 长期主张自宪的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赖宗强律师认为 目前最可能采取的自宪方式 是由立法院用简单多数决的方式 来通过新宪法 再用主张行使自宪权的方式 来交由公民复决 不需要受到选举人过半的限制 只要得到投票人的多数支持 就可以顺利通过 就像2008年 科索沃总理在议会里面宣读 科索沃独立宣言 并经过议会通过 科索沃会议就开始着手制定新宪法 科索沃也在当年独立 中华民国几次的修宪 基本上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法 这样的架构下去 征修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不动到宪法本文 也就不会碰到敏感的议题 那就是改宪法就是台独 自宪就不一样了 它是彻底的制定一套 符合中华民国台湾的宪法 也就等于台湾独立 虽然修宪或自宪的目的 都是希望有一套符合现况的宪法 但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却不同 当初国府撤退来台 除了黄金、官兵 还有中华民国宪法 但是这部宪法 是针对当初那片邱海棠所设计的 举个例子 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最开始没有保护到台湾的原住民 我们只好在中华民国宪法 征修条文里面 增加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 语言及文化来保护原住民族 90年代初启动修宪的时候 社会民族化才刚起步 当时国会最大的党 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 还是主导的国家跟政治发展 大中国意识形态还牢牢盘踞在 政府体制之下 但没办法代表全中国的台湾 修订宪法征修条文 怎么能逾越有全中国人民代表性的 中华民国宪法本文呢 所以当1991年启动修宪的时候 万年国大门在宪法征修条文的前沿 加上一个沿用至今的前提 那就是修宪式为因应国家统一钱之需要 而做出的暂时性调整 为因应国家统一钱之需要 这项前提所造成的结果是 尽管经历了七次修宪 中华民国政府整体的法律架构 没办法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也不能正视中共目前已经是共读的事实 因此还是会出现法院判决引用宪法 宣称中华民国并没有放弃对岸的主权 而把大陆地区当成领土 在沦陷区犯罪 我国法院仍具有审判权、管辖权 并适用于中华民国刑法等等的法院判决 中华民国经过七次修宪 在第一次修宪的时候 废除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让宪法正常化,人民也重获宪法的保护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 到后来的人民可以直接选举总统跟副总统 加强保障原住民 最后废除了国民大会 过去人民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 再让他们去选出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也有修宪的权利 国民大会在人民有权只选总统以后 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也因此最后一次修宪已经废除了这项制度 从种种痕迹可以看到 目前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跟之前中华民国宪法设计的不太一样 而那句为了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按下超级感谢啊 另外我们第一次旋律已经开放了 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知道了 我的缺际笔记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